今年已经到12月了 首先请您用几个关注词来 总结一下您的2018年 2018 忙 精彩 开心 那如果说让您展望一下 这个2019年有什么愿望 或者是一些目标在吗 呃 大的目标 可能没有什么太具体 但是我是希望 呃 我我的本人个人的视野 能够像2018这样继续 向前发展 然后 其实我更希望的是 整个中国的这个动漫行业 继续沿着这个2018的 这个猛烈的势头 继续往前发展 这是最好的 太暖和了 所以今天就没穿 我知道肯定在现场 特别暖和 但是我平时是肯定要穿秋裤的 嗯 对 其实就比如说有一个过程 你能够帅一点 其实我觉得穿一层保暖的衣 我觉得就可以了 这是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贴几个暖宝宝吧 就穿了保暖的衣 会觉得自己身上有窝囊吗 还好 不会 嗯 那种特别贴身的 OK的 OK的 嗯 今年发过的最有意义的一条朋友圈是什么 朋友圈 我想想 因为今天 不是说今年 其实我平时发朋友圈都不多 我知道发微博文可能还是挺多的 嗯 压力大的时候可能转移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吧 打倒游戏什么的可能就好了 对 如果冬天给您一天机会让您待在家里 就宅一天 会做什么 宅一天 在家里陪孩子玩吧 啊 陪他拼拼图 拼拼乐高玩具啊 什么的 那中午会到外卖还是做饭的 我肯定会自己做饭 啊 我特别爱做饭 你拿手菜是什么 我拿手菜 烧茄子 还不错 吃过的都说不错 嗯 对对对 圣诞节那天应该是在棚里干活 我也特想能够带孩子出去玩一玩 感受一下这个圣诞的气氛 但是估计很难实现了几年 这主意不错 谢谢 能不能给我们唱一句圣诞歌啊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s is to write in a one-horse open sleigh 好听 快过年了嘛 现在有没有给工作人员准备好年车奖 或者是新生礼物之类的 这个肯定是有的 但是不能告诉我们是吗 对这个 有给你准备什么样的 就是这个新生的一些福利吗 说起福利挺尴尬的 一直因为特别忙 之前这个这个 一百万两百万粉丝的话 这个福利还没有准备 后边我想有时间的话 一定给大家录一些歌什么的 我觉得会很好 感觉真的发个大了 对 谢谢 谢谢